你打MOCA 然後就會找到MOCA的官網 你要怎麼 測試程式呢 他這邊都會有範例給你 這樣他一開始就會給你一個很簡單的範例 這邊 Getting Start照著做 這些應該我都做過了不用再做 In your editor 編這個然後把它存起來 把它存起來 放在TEST裡面 然後去 進行 放到Package.json裡面就可以了 那所以呢我就 直接 複製 我就放在這裡好了我這邊建一個新的資料夾 建新的資料夾 建新的資料夾 好這個資料夾我就叫做 叫做 My My MOCA 好吧 好 好 那這個資料夾我建好之後 我在裡面建一個叫做TEST 的資料夾 我的測試程式必須要放在這裡 那我這邊呢 我直接用這個打開好了 我把我的My MOCA這個專案 這樣就是一個專案 這樣就是一個專案 那我進去 我現在就 裡面沒有 沒有程式 對不對 我新增一個檔案 然後把我的 測試程式放進去 然後存檔 存檔 當然就是要存在這裡 然後這個就叫做 MOKA TEST 這樣子存取 抱歉 沒有加點JS的 失誤 MOKA TEST 點JS 好這樣子 那這個3呢 好這樣子 這一個就OK 那因為它沒有符合那個Standard JS的語法 所以這裡都會有很多紅紅 不管它 那我們先 檢視 這邊的整合式終端機 然後 我LS 發現有TEST 就這樣 測試完畢 你就把你的 測試程式 這一行改掉 寫出你的測試版本 就好 這樣 OK嗎 好 沒有 我 沒問題 沒有 我 沒問題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